今天要介绍的节气穴位 叫做天书穴 天书穴是胃经上面 一个非常常见而且实用的穴位 它可以治疗腹泻 便秘 消化不良 那胃经是怎么走的呢 它不是调味料哦 它是接着之前的大肠经络 大肠经我们知道 从手指头 沿着手臂 走到对侧的鼻子旁边之后呢 它就是由上往下 走身体的前侧 然后经过我们的肠胃 那按摩的方式很简单 它在肚脐的两侧 三指宽的位置 左右各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两个手握拳之后 在天书穴的位置 做一个柔按的动作 我很建议平常 如果您有一个容易腹泻 或者是肠躁症的一个问题的话 洗完澡之后睡前 平挡在床上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样子的腹部按摩20分钟 这样可以保养你的肠胃 同时身体也会更健康哦 今天的节气穴位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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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